瘦雷吉,大家好,又是窩祭屋,胡惠聰 又到了很久沒見的敗家仔時間 是的,很久沒敗家 但現在適逢聖誕節 所以就敗家一下,容許我敗家一下 很久沒再敗家了 因為沒有人送聖誕禮物給我 結果我唯有用胡惠聰的身份 送一份聖誕禮物給窩祭屋 希望窩祭屋收到聖誕禮物就開開心心 但先知聲明,這不是一手貨,是二手貨 因為這件東西,如果原裝在英國訂回來 都可能要一萬多兩萬港幣 但現在在一個日本網站BuyE那裏訂回來 大概是五千港幣左右 我覺得都OK,究竟是甚麼呢 大家看看就知道了,見到嗎 是的,就是這件東西,究竟是甚麼呢 今天剛剛DHL收到,照例都要打我稅 泰國有關部門打了我八千匹的稅 即是差不多二千港幣 究竟是甚麼東西要打我八千匹的稅 那麼重要呢,大家看看 開箱,真是開箱,是開箱 咦,沒有準備一些工具,我用手 很粗暴地拔 是的,它都包得很好 日本人在這方面做得挺好,挺穩固的 因為我不想用膠紙或割刀 因為以我自己以往的經驗 一定會… 咦? 這樣會割爛了 所以用手就好了 很手指痛 一重又一重 膚脂肉出來了 開箱,真是一個箱 敗家仔開箱 沒錯,各位觀眾 很冷 有陣子很廢的味道 沒錯,WATCHER開箱 敗家仔時間正式這個箱 這個來自英國品牌Gobotora 正如剛才所說 價錢呢 如果買一個新的都挺貴的 但這個呢 在日本的Buy-e的網站裏面 搜尋著Gobotora 就會有一些二手貨出現 這一個呢 就是二手貨來的 剛才所說的 大概五千元港幣 賣的時候 說明了 有少少傷痕的 這裏呢 就黑了少少 這裏呢 有少少的花花 這樣 有少少的瑕疵 但最重要呢 有卵蓉 這個卵是可以動的 是的 即是 嘩 是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這件事 老實說 如果我不告訴你 是二手貨 不告訴你 有這些 你絕對感覺不到 對不對 尤其是拍攝 你怎會感覺到呢 對不對 都卡式 配合我的衣服 錶的顏色 是不是很棒呢 其實呢 為什麼會 想著 買這個行李箱呢 其實呢 關於Gobotora的行李箱 我都有好幾隻 有 最初的 卵士邦一個版本 黑色的 不過那個 沒有了兩條帶 它最經典的款 就是有兩條帶 那隻卵士邦 黑色的 我最初買的時候 太急了 就訂了 最後才知道 原來沒有帶的 沒有帶用的 而另外呢 就是那個 那個 另外一套 電影 的藍色 很漂亮的 藍色 跟著有金色 很漂亮 跟著也有 那個 No Title Die版本 是綠色的 那個就較為新款 有四個 就可以主意 360度這樣轉 跟著也有一隻 是當年 泰國 遷離泰國的時候 在百貨公司大減價 一個大的藍色 是完全沒有鑾用的 沒有鑾的 沒有鑾的 你要知道要鑾的 你只能夠去華欣 去巴堤 去巴堤 扮得很帥 藍色 很大的鑾 但是這些就有鑾 但是呢 坦白說 剛才那些 殲士邦版本 當然鬼 其實呢 每次用都驚心動拍 因為怕弄花 還有弄刮 弄刮 試過有一次 我用我朋友的司機 就載我去巴堤 然後呢 我那時候 是用了一個 黑色尖士邦 那個 尖士邦版本 然後呢 放在車後面呢 他買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食物 就放在我那個行李的上面 然後到了 一看 有個空 他說 他說 魯米魯 魯米魯 他告訴他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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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殺你 我覺得很慘 而已 他就馬上說 魯米魯 我不知道 但是 恨好那個所謂的空 一會兒都已經走了 但是呢 另外呢 最近呢 我不是說幫泰國政府拍了宣傳片 那個 那個人員 就看過我一些資料 就想我用我那隻 藍色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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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我沒事的 但是呢 那天 搬到酒店的時候 那個司機幫我放進去 那個行李 所以 不小心 掉下來 然後呢 這裡就花了 然後呢 這些 的鋼鐵位呢 也都凹了一點 天啊 當然 我不告訴你 你不會知道它凹的 但是 傷的嘛 那我這麼珍惜它 竟然會這樣 那我覺得其實 如果真的用來拍攝的時候 我買個二手機就可以了 不用你呢 是不是呢 你再掉多兩東西都不關我的事 我買回來都不是很貴 那就是什麼 那最緊要 拍攝又可以 襯衣服 襯帽子 襯帽子 襯褲子 那去哪裡 好像很帥 那就是這樣 其實這些行李箱呢 是貴得有道理的 因為 Reroma 就每個人都會買的了 但是說這個Grobatola 香港似乎不是很多人認識 而且不是很流行 當然 另一個原因是 因為價錢真的貴 離地 但是其實 它都算是一個英國的名牌 那有機會大家都可以上去的網上看 還有 香港的半島酒店 裡面呢 都有他們的專門店 但是價錢實在貴 還有我 其實都看中另一尺 是很漂亮的 大家上網可以看到 在這個Bittish Airway 它經常cost over很多品牌 包括這個Bittish Airway 是一個全白的 但是是一條藍色的帶子 但是很壞不壞 這裡有一個Bittish Airway 的logo在這裡 看起來就好像在這裡 在笑著 有雙眼 嘴子在笑著 我覺得就不太好看了 但是那個呢 那條帶子 再加上這個白色 是很漂亮的 而且我在日本網站 都見到一個 是純白的 是新的 不是舊的 是純白全白的 但是更加不吸污髒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 是的 都不吸污髒 那就算了 那些不會用 用兩東西一定死亡 而這些行李箱 老實說 也都不適合 它是大尺寸的 但是也不適合你寄倉 寄倉的話 它是用紙皮做的 但是很硬正很穩陣的紙皮 你想回Gropple Tour的網站 你會知道它的歷史 和怎樣做的 但是 到底是紙皮 聲稱 大笨象踩下去 都不會凹凹的 聲稱 但是 如果寄倉的話 我不敢想做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而且如果你還是靜色的話 你就更加 可能一分鐘傷亡慘重 那當然你可以說 包緊了就可以了 但是下下包緊了 那就很無印 但是這些呢 這個尺寸 就可以手持 飛機上放上去也可以 這個呢 我相信 都應該是一個 挺開心的聖誕禮物 那希望呢 有住這個行李箱 日後可以 再拍多些東西 那又可以再旅遊多些 去住在不同的酒店 去看不同的東西 那又有幸拿這個行李箱 拖來給大家看一下 拍一下 那這個行李箱 我都會好好珍惜 好好去用它 雖然是二手貨 但是日本人用二手貨 用的東西 通常都會保養得不錯 剛才我講的那些缺點 花花的那些 其實呢 就是Wideshot 透過影片 你是完全不覺得的 你完全不覺得 這裡花了一點點 這裡黑了一點點 這裡有一顆黑色的東西 你是完全不覺得的 但是 你用六眼慢慢驗屍 當然會驗到 但是又沒什麼所謂 好老實說 近身的話 好像我那個Spector版本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就是這樣 是不是 都傷心的 但是現在這個二手 就不需要太傷心了 耶 那我這個賣家的時間 介紹這個Globaltroy的行李箱 就過了一段了 其實呢 都有一些提示可以給大家 那就是說 這個品牌呢 其實是好東西來的 那如果大家 又想買 又不想太貴的話 去日本的BuyE那個網 就隨時可以找到一些二手貨 可以試一下看看怎樣 都OK的 啦啦啦啦 謝謝大家 謝謝